大家好,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GoMarkets助理分析师一多王 今天我们来聊聊最近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 美国的债务危机 首先,美国债务危机是什么 美国债务危机是指美国政府面临的长期积累的巨额债务所带来的经济风险和财政挑战 可以看作是美国政府的信用卡 美国政府通过发行债券来集集资金 以支付政府的开支和债务偿还 那债务上限则是指美国政府能够借款的最大限额 一旦政府的债务达到这个上限 政府就无法再发行新的债券来筹集资金 如果政府无法偿还到期的债务就会发生债务违约 这将导致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和投资者对美国政府信用的丧失 那设置债务上限的目的是什么呢 根据美国的宪法 政府借贷必须由国会授权 二十世纪初 设立债务上限是为了让财政部不必每次都征得国会的批准才能发行债券 简单来说 最初的目的是简化举债的审批程序 如果美国政府无度开支 过度举债 可能导致通胀加剧 美元贬值 竟然损害债权人的权益 那么通过设立债务上限 美国政府向全球市场传递一个重要的信号 他们将自我限制 避免过度借贷和财政不稳定 这将有助于维持美元的信誉和国际地位 同时保护债权人的权益 当前美国两党在争什么呢 简单来说 美国总统拜登和民主党想要提高信用卡的额度 而共和党方面想要劝拜登少花钱 白宫的诉求是无条件提高或暂停债务上限法案 并将暂停期限设定为两年 然而共和党的要求将削减联邦开支与债务上限绑定 并同意暂停期限缩短为一年 考虑到明年其实是美国总统的大选年 如果拜登同意共和党的要求 则将限制他在未来一年的财政支出计划 使得他在明年的总统大选中相对处于劣势 因此拜登不太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妥协太多 那这也增加了这种方法在参议院通过的难度 那可能造成的结果有几种呢 整体上的结果分为三种 达成协议达不成协议或暂时推迟协议 如果达成协议的话 简单来说形成的结果则可能是提高了债务上限 或拜登同意削减开支 也可能是这两种结果中寻找平衡 如果提高了债务上限会发生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短期内的财政赤字呢 可以帮助纠正经济运行中的偏差 但是长期的财政赤字呢 却对经济发展构成严重的威胁 所以说大幅的举债呢 对于国家的经济增长来说 肯定是存在危害的 那如果国会议员错过债务上限的最后期限 会发生什么呢 在这种情况下 财政部可能会优先支付债务 而减少或推迟履行其他支付义务 以避免技术性违约 但这有可能使美国的信用评级下调 例如国际著名的评级机构 会议评级呢 就曾表示 考虑到日益恶化的政党对立关系呢 可能阻碍美国政府就解决债务上限危机 达成协议 他们呢 有可能下调美国的评级 那目前情况下呢 短期提高债务上限的可能性 还是比较高的 民主党和共和党 可能在未来财政开支削减方面呢 达成一定的妥协 以避免债务违约 然而债务上限的谈判呢 可能会拉长阵线 导致市场持续感受不确定性 和恐慌的情绪 那当前的最新情况呢 我们看到美国总统拜登和 众议院共和党籍议长 麦肯锡呢 与27日晚分别宣布 已经就联邦政府 债务上限和预算呢 达成初步一致 预计很快 会把有关协议文本呢 提交国会投票 那关于后续的进展情况呢 我们也会继续跟踪 给大家解读 欢迎大家呢 持续关注我们的财经点评 好的 那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本视频 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